北齐冯小莲有多媚,身材凹凸有志被帝王抱着上朝,还让他拖进衣衫攻大臣欣赏,因化妆慢导致国家灭亡。 在我国历史上一共出现过四百多位皇帝,但并不是每一位皇帝都是合格的,他们其中步伐有昏庸无良之人,在过去曾经存在过一个十分短命的王朝。 北齐,这个朝代的皇帝大多都荒淫无度,做出了很多奇葩的事情,北齐后主高伟一生都贪图美色,他曾为了炫耀自己的角色宠妃,让其在大殿上玉体横沉,脱掉衣服,还叫来大臣们一同观赏。 而高伟却在一旁收起了门票,接下来跟着史约馆了解一下这段荒唐的故事,欢迎订阅。 冯小莲这个人妖艳妩媚,可以说是一个天生游物,长相极为貌美,据说皮肤细嫩的吹弹可破,就连呼吸的气体都是香的。 冯小莲不仅聪明灵巧,能歌善舞,还有一天赋,颇为特别,她精通人体的构造及脉络系统,特别善于按摩。 对于高伟而言,当皇帝只是她的副业,吃喝玩乐才是正活,最初冯小莲只是一个侍女,内奸见她聪颖懂事,便让她到皇后宫中伺候,为了讨好高伟。 皇后就把冯小莲送给了高伟,高伟对冯小莲是一见倾心,冯小莲用尽浑身解数,把高伟迷得是神魂颠倒,高伟将其封为淑妃,从此两人是形影不离,坐视同袭,出则同城,就连上朝高伟都要把冯小莲带在身边,在与大臣一世时,冯小莲总是或躺在高伟怀中,或坐在高伟膝上,因她身材凹凸有致,皮肤吹弹可破,高伟更加爱不释手。 坊间都传闻冯小莲的玉体冬季暖丝烈火,夏季则凉如冰块,实在是世间少有。 高伟自是乐在其中,一日,皇帝又带着冯小莲来一起处理正事。 突然发现文五百官都不敢抬头看向自己,生怕看到了皇帝怀中的游物冯小莲,皇帝见状立即来了兴致,觉得自己的宠妃确实是难得的绝色女子,却只是自己一人独享,未免有些抱点天物。 于是他决定要大方地与群臣分享这等美色,便让冯小莲褪取衣衫,裸露身体,躺于暗戟上供大臣们欣赏。 皇帝还宣称,只要每人交一千两黄金,就可全烂春色,这也是玉体横尘的由来,皇帝的做法十分荒唐,至今仍有人对他的所作所为感到不耻,冯小莲天天面带笑容,纵情欢乐。 可他却深知高伟是个性情其虐,喜怒无常的残暴皇帝,出,一个曹姓美人因为伺候不周,便惹怒了高伟,高伟命人包去了曹美人的面皮,然后将他无情地逐出了宫门。 只顾享乐的高伟,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到来,北周的大军攻入北齐,皇帝得知这件事的时候,正和冯氏在外打猎,这样关乎国家存亡的大事,皇帝理应立即想出解决之策,但是冯小莲却对皇帝撒娇,要继续打猎,而高伟身为皇帝竟然也拍手赞同,晋州将领派人通传了三次,却被告知皇上正在狩猎,取乐。 不必急着奏报,傍晚时分,使者再次来奏报,平阳已陷落,高伟本欲前去支援,可冯小莲正打得尽兴,不让高伟走,还要求他再围猎一次,高伟看着爱飞意犹未见,楚楚动人的样子,便答应了他的要求。 一个月之后,高伟带着冯小莲抵达晋州,当时晋州已失守,高伟便命令挖地道入城攻击,没过多久,城墙上便出现了一个缺口,正当士兵们准备进入时,高伟下令停止进攻, 预派人叫冯小莲过来一同观看,而冯小莲当时正在梳妆,便耽误了一会儿,州军趁机堵住了缺口。 等冯小莲过来时,高伟下令继续进攻,但以措施良机并未攻下,高伟和冯小莲在逃往的过程中被北州军队俘虏,至此北齐灭亡。 被俘之后,高伟和冯小莲被押击到长安,北州军队将两人分开关押,见不到冯小莲,高伟难以思念,怕冯小莲受委屈。 几日的时间,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,憔悴不堪。 北州武帝宇文雍过来看他时,他忙跪地求他把冯小莲还给他,看他一副窝囊废的样子。 宇文雍说道,我看天下也不过像脱下的鞋子一般,一个老太婆我怎么舍不得给你。 隔天,高伟终于见到了冯小莲,二人对景相拥,诉说着彼此的思念。 冯小莲看着昔日高高在上的皇帝,如今竟落得这副样子,不免心痛,便说道,皇上,我们该怎么办,高伟拥他入怀,就算是死,我也要和你死在一起。 小莲,我对不住你,让你受苦了。 没过几日,宇文雍便下令杀了高伟,冯小莲则被赏给了代王宇文达。 那宇文达早就听说冯小莲美艳绝伦,一副玉体更是迷倒万千,得死,家人后,宠爱不断。 宇文达的正非李氏,看冯小莲如此得宠,便心生度议。 于是经常找冯小莲的麻烦,冯小莲自然不是任人欺压之人,便在宇文达耳边吹起了枕边风,无限重伤着李氏。 李氏差点被他迫害而死,杨坚维篡位杀害了宇文达,冯小莲又再次被赐给李寻。 冯小莲本欲仗着美貌,获得李寻的宠爱,如同宇文达一般,奈何李寻是个正人君子,且并不喜欢他。 李寻命令他穿着粗布衣裙,和府中的下人一起干粗活。 习惯了锦衣玉食的冯小莲哪干得了这些,但既然离下,也由不得自己,后来冯小莲才知道,那李寻便是当初李氏的亲哥哥。 李母得知冯小莲曾经差点把自己的女儿害死后,便经常责打他,却仍不解气,便令他自杀。 北齐的开国皇帝名叫高欢,原本只是一个在城墙上站岗的小兵,却被一位贵族女子看中,女子不顾家里反对坚持和高欢结为了夫妻,后来他就渐渐变得显赫了起来,最后就自立为皇帝,建立了北齐,高伟就是高欢的孙子。 高欢从小就是一个顽固子弟,身上没有一个值得一提的优点,脑子里每天想的就是怎么想乐,完全不关心国家大事,并且他还非常喜爱女色。 整天只与美人和美酒相伴,日子过得声色全马,可就是这样一个人,却非常幸运地被选为了皇帝,这让他变得更为猖狂。 高伟登基之后,按照后宫的规定,就将自己的妻子穆协力册封为了皇后,但是在他的心中,却对自己的妻子没有半分好感。 皇后从小就是打架闺秀,是一位非常端庄的女子,不善于风情和人事,因此很不受高伟的喜爱。 他只把妻子当作一个母仪天下的门面,高伟是个极爱美色之人,当年穆皇后刚刚成宠,高伟在欢喜之余便叫下人制作了一辆载满了金银珠宝的车子。 然后派人陪同穆皇后到邻国去采选奇珍一品,花费无数的目的就是为了博美人一笑。 而当穆皇后所带来的新鲜感一过,高伟便又宠幸上了善谈琵琶的曹昭仪,穆皇后无法容忍骤然失宠,便将主意打到了身旁得利的侍女冯小莲身上。 穆协力也知道皇帝的心中没有自己,这让她感到十分痛苦,毕竟天底下有哪个女人不希望受到丈夫的宠爱呢? 可是她本就不善风情。 而且年纪也比较大了,根本没有可能挽回皇帝的心。 而此时的后宫中,皇帝最宠爱的女子是曹昭仪。 所以曹昭仪就成为了皇后的眼中钉。 曹昭仪年轻貌美,十分会卖弄风情,还能弹一首好琵琶。 与她相比,皇后没有半分争宠的优势。 所以皇后只能整日暗自垂泪,就在这个时候,皇后注意到自己的宫殿中有一个容貌出众的小宫女。 这个小宫女名叫冯小莲,自幼就在宫中为奴,经过几年的成长。 冯氏已经出落得极为貌美,而且身材非常婀娜。 皇后立即心生一计,我自己没办法争得皇帝的宠爱,为什么不选一个貌美的心妇去和曹昭仪争宠呢? 于是皇后就想办法将平氏送到了皇帝身边。 果然,当皇帝见到冯小莲之后,当即就被她吸引了所有的注意力,冯氏可不是一般的美丽。 据说她的身体与常人有很大的区别,夏季的时候就如同一块清凉的美玉一般,而冬季却浑身温热,肤若凝脂。 从那以后,皇帝就彻底沦陷在冯氏的温柔乡中,再也不去宠爱其他女子。 皇后原本打算控制冯氏来争处,但没想到冯氏却变成了后公非平的最大敌人。 高伟曾经大战北周时候,已经快要取胜了,就在已经攻破城池后。 就等一句号令就可以杀入城中,此时此刻,高伟说要冯小莲一起来观看此时的情形, 然后还要等冯小莲慢慢梳妆后,一个小时过去了, 对方早已把破烂的城墙重新用土和栅栏重新围起来了, 最后才是攻城最好时机,高伟和冯小莲如此是战争如儿戏,最终导致北齐的灭亡。 高伟身为皇帝却如此荒唐,心中没有半点国家和百姓, 每天只想着和自己的宠妃玩乐,最终落得国破家王, 宠妃被宋人的结局实在让人感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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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